大家好 我是洪准 歡迎收看古海弘洋 今天是週末 先祝大家週末愉快 今天加權股價指數 只有小漲15點 但是很多的個股 已經開始走強了 在外資回來之前 已經有一些內資 已經開始在做布局了 那你到底有沒有 你到底是不是又錯過了一次的機會 我是不是告訴你說 你要成為市場上的贏家 你重點你要有領先市場的思維 所以當市場在恐慌的時候 我告訴大家什麼 你要去看啊 看一些漲價題材的概念股 那些缺貨漲價題材 一定會成為市場的主流 我有沒有跟你講過 我是不是還跟你講過 漲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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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重要 所以要講三次 那我跟你講誰 6449的育邦啊 當它技術面突破的時候 WD成型 漲價題材配合技術面的突破 重點是量占比從400來到100 扣進去嘛 43.6元買進 46.3元買進 46.1元成交 11月27號的時候 11月27號的時候 所有的抠訊都可以讓你做驗證啊 那一直到大盤逆市大跌的時候 跌了300多點 我們還是一樣逆市大賺15%嘛 那到今天呢 再撞一個波段的時候 已經來到28%了嘛 所以很多人都在恐慌恐慌恐慌 我不曉得你在恐慌什麼 因為市場的資金都是存在的 重點是他要找什麼股票去做布局 你有沒有發現而已啊 否則就算今天股票市場是大漲的情況下 你也賺不到錢啊 同樣的嘛 主流在哪邊你有沒有發現到 大盤在跌的時候 你有沒有抓到未來的主流在哪裡 波段強勢股買在短線上落勢的時候 當大盤在跌的時候 你才能找到未來的流星嘛 漲價題材不是只有一個啊 利隆店2472利隆店 我說需求大增漲價效應 是不是也會突破再創新高 是不是有做給你看 是不是買給你看的 重點是8042的金山店嘛 我說你有機會跟外資買在同一個價位 那時候一定是行情不好的時候 行情大跌的時候 重點是你有沒有辦法去克服人性的貪婪與恐懼 如果你沒有辦法克服人性的貪婪與恐懼 那這一波的上漲就跟你完全沒有關係了嘛 操作一定要有公式要有方法 大盤在跌一點都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完全找不到你的公式跟方法 而且你完全用錯誤的方式在做操作 你要的是一個專業你知道嗎 你需要的是一個專業的團隊 一個認真在為客戶服務的團隊 不是每天在告訴你漲停板 你要漲停板很簡單 一點半之後你收盤你打給我 我告訴你今天什麼股票 哪一些股票亮燈漲停 重點是那一些股票能讓你賺到錢嗎 能讓你得到獲利嗎 有些人用十檔百檔 講了一大堆的股票 真的會帶你賺錢嗎 我們在經濟日報上面我們是怎麼做的 你知道嗎 我們只用了五檔股票 我們用哪五檔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檔是什麼 8042的金山電 導播幫我拉近謝謝 第二檔是3444的利基 第三檔是5317的凱美 跟8489的三倍得跟3443的創意 我們用這五檔就好了 你知道這一個禮拜 光一個禮拜的獲利 將近10% 大盤呢 我們來看一下大盤的周線 它是怎麼走的 大盤的周線 它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 才漲了0.14%而已 但是我們靠了五檔股票 就可以大賺10% 為什麼可以這樣做得到呢 因為我們知道資金的流向 我們知道現在行情 它到底是怎麼走的 不是跟著大家去想說 現在大跌大跌行情不好 真的是不好嗎 只是資金在移動的過程之中 我是不是告訴你 你要找到資金流的方向 現在你也有個機會 冠軍寶座 我希望你們一起來 一起來登上冠軍的寶座 我們的實力都已經受到證明了 大家都已經看到了 現在重點是 你要不要來跟上我們的腳步而已 行情現在跌成這樣子 我們都可以大賺 那如果上去的時候 我們不是賺翻了嗎 那你要不要跟上來 我一直告訴你說 波段強勢股 你要買在短線上落勢的時候 能夠帶你度過行情 最困難的時候 未來行情大賺的時候 那不是可以賺到爆嗎 印華我是怎麼跟你講的 當法人在做什麼事情 我們是不是領先他 我們還領先他一天 然後開始做買進嘛 所以你現在看到說 印華很多人還在放空他 很多人在放空他 但是我告訴你量價先行 同步創高 倦單跟上 所以這個量大高點 不會是最高點嘛 講過N百次了 今天印華呢 是不是再創一個波段的新高 你會覺得很奇妙嗎 不會 這都是在我們的公視當中 一切操作都要有公視 要有方法 你要有平段的標準嘛 長線你要看的是什麼 主流啊 短線你要看的是金流啊 所以你怎麼樣 用長線跟短線的搭配 我們是不是告訴你 長線你要看漲價題材 那短線你要看什麼 現在資金到底在買什麼啊 你就跟上金流的腳步來走就對了嘛 所以長線的腳步 我告訴你說 長線這檔股票被低估啊 他是不是用什麼 自貿的模式再來一次 量戰比從300來到80 有人在做布局只是你沒發現而已嘛 是不是可以買 184元買進 184元成交 11月21號的時候 行情還在大跌 人家可以漲上來 人家可以這樣漲上來 人家可以這樣漲上來 甚至今天再創一個波段的新高 一張你可以賺36塊 10張你可以賺360塊 會費真的是你最大的問題嗎 我看你這一段跌下來 這一段跌下來你賠的 絕對超過你的會費吧 不要去省小的啦 然後去聊那種大的 操作要有公司要有方法 你要交給專業的來做嘛 資金它才是重點啊 它才能幫你決定 你到底什麼股票是能買的啊 所以你找到重點了沒有 如果你還抓不到的話 那我真的勸你啊 趕快跟上我們的冠軍專案 一起登上冠軍的寶座啊 這些都有人證明給你看的 我們是不是一直不斷的告訴你說 我們是怎麼樣去接受挑戰 我們是怎麼樣去創造獲利 怎麼樣去創造績效 市場上有多少人願意像我們一樣 公開驗證給你看的 因為他們沒有公司沒有方法 所以他們做不到嘛 三四四的利基 是12月18號就告訴你說它可以買 30.5元市價買金 30.25元都可以成交 這個全部都可以驗證給你看的啊 我還在節目上面直接講給你看嘛 這個是我的手喔 不是重複的喔 只是我告訴你說它是金流選出來的啊 但它指標還沒有出現賣訊之前 你要怎麼辦 再創一個波段的新高 我的買點在這裡耶 但是我也勸你啊 如果你沒有我們的抗訊 你不要隨便去亂追股票 真的不要隨便去亂追股票 你看到它今天 這樣漲上來的時候啊 現在已經被人家關注了 貴買市場在關注它囉 貴買中心在關注它囉 會不會隨時被人家關緊幣 有可能 但是呢 如果它被關緊幣的時候 它股價可能會修正喔 那你這時候再去追 真的不是好事啊 你要買在奇商點 你不要買在人家準備要出貨的點啦 操作一定要有公式要有方法 我們都是按照的公式跟方法來做操作嘛 所以呢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跟上我們冠軍的腳步啊 冠軍狀態一起登上冠軍的寶座喔 現在已經是一個打團體戰的時代了 人家在用開飛機 人家在打飛彈 你還在用彈弓在打小鳥 你還是跟上真正的操盤團隊啦 這是一個打團體戰的時代 你不要再孤軍奮戰了 趕快趕快跟上我們的冠軍專案 讓我們成為您登峰的祥島 為您指引成功的道路 古海洪洋助理操作順利 我們下週再會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